年初一,羅古響, 聖詩彩青, 傲氣揚 彩青?彩什麼彩青? 就是你爹設計的 一處晴天, 赤 喝了它, 我加了珍珠墨, 定驚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 到底一處晴天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你們聽到會這麼害怕?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見這個青鎮 應該是十一歲那一年 哥哥, 我都不是到吉士無師 更早出來幹什麼? 今天的青鎮一處晴天 是爹設計的 你不想先倒為快嗎? 那就快點走吧 好高, 高得看不到頂 是不是那時候你們長得矮 才覺得那一處特別高? 當然不是, 真是伸入魂裡面 有這麼厲害嗎? 十足十書不空的金剛棒 直達天庭 你能看得到到底有多高嗎? 跟天雲一樣高 頂穿個天? 不可能 那時候你不在現場, 你不明白嗎? 我看見大哥和二哥 都是張開口的孔子 但是柱這麼高, 住在上面沒有屍 不是一天下來就斷手斷腳嗎? 是的, 不過爹呢? 又真是蠻高人膽大 他沒兩母的屍頭就走上廚頂 爹真是靚 他說要冒得比獅頭好 就一定要摘行馬步, 草毛隱凍 爹對武師的要求比拉麵還要嚴謹 真的很累嘛, 今天不練行不行嗎? 我們練來練去, 也練不好 你猜我們要練多少年 才可以挑戰一處晴天? 因為沒了爹, 我們就沒有拿起獅頭 也沒人再說一處晴天有多高 直到有一年, 我們三個都沒有高過 全部精神一點 大哥, 親戚條魚 你們抹開這隻腳 這隻獅子你們認得了嗎? 不認得 是你們小時候玩開的 彩青會從新時開始, 還有三個時辰 你們現在要談的就是 誰沒有帶頭髮, 誰沒有獅頭, 誰沒有獅尾 你們幹什麼? 沒有獅頭 沒獅頭 沒你的頭 你們一個沒有帶頭髮, 一個沒有獅尾 獅頭我沒有, 就這樣 慢著 帥哥… 怎麼大白你決定? 是呀, 為什麼不是我萬世沒有獅頭 你沒有獅尾? 因為我相公是掌子, 掌輕為父 獅頭當然由他沒有 是呀 難道他萬年, 沒獅尾就喘氣 萬世更壞, 六尺相差幾吋 你大雞盲嗎? 我相公和你相公的獅頭這麼高 高有什麼用? 短了嘛, 架子 總之我相公沒有獅頭是天經地義 對, 我同意獅尾有罪 我們是需要敬佬 所以大白應該沒有最重要的位置 這裡最重要的不是獅頭, 是一隻大頭佛 你想想一隻大頭佛跑去哪兒 那隻獅頭就跟著去哪兒 老婆對, 大哥, 你的頭又最大 年紀又最大, 這裡又大, 那個大頭佛拿去 你說什麼? 現在那些大哥可能沒獅頭 沒什麼大頭佛 就是呀, 蔣兄為父 以前爹沒哪個位置, 我就沒哪個位置 雙鞋不好口 不如這樣, 大白和二伯猜八占讀 測輸了, 那就沒大頭佛 來… 你別當我不認識 我們哪個輸都是你們的好處 獅頭只有一個, 一定是我沒有的 差什麼, 三個獅頭就三個獅頭 二叔這麼說, 只是想拆火, 各有各無 你別誤我相公, 他說道理而已 你想拆火就認了 他面子又沒有幸福 大白, 你怎麼看? 九妹的說話就是我的說話 我也是 那不需要說話, 大家各有各無 就這樣, 再說 九妹的說話就是我的說話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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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們有多少斤兩嗎? 難道我不顧及你們的安全嗎? 我要你們坐車, 不是要攔毀你們 而是施隔這麼多年 我希望藉著他的師頭勾起一些回憶 想起老爺當年教你們的技法 那段開心的日子 讓你們兄弟同心去做好一件事 在這個年初一, 一言之此的大好日子 讓大家開眼界 一家人開開心心地高興一下 我高估的不是你們 而是我這個娘 在你們心目中的位置 老爺, 以前我整天都勸你 不要只用藤條來教兒子 你就說我遲無多八義 現在回想起來, 你是對的 我已經教時不教, 現在想教就太遲了 其實你是有心不會遲 小姐, 我去柴房 你的手臂那麼粗的柴給你勾他們 一下多十下, 冷靜點… 藤條我打不下了 被柴柴我? 那我替你不值得嘛 你做這麼多事, 都是為他們好 他們不領情不僅, 還這樣想你? 算了… 現在知道他們怎麼想也好 起碼我不會以為 我做這個娘是很成功 終於有人告訴我 我做娘是不合格的 萬志千空, 你真是失敗了 你聽不聽得到? 聽得到, 你說得很清楚 不是, 我問你聽得到 有狼鼓聲的, 來…看看 好, 大哥, 推我上去 好, 二弟, 上去 大哥, 頂住你, 給點力 頂住二哥, 給點力 加油 給點力 多有扭下扭下, 好好玩呀, 大哥 我大頭髮摔得很薄 我相信沒有獅頭 我也要沒有獅頭 行行, 等一會就給你們一個獅頭 人人有份 好, 贏得多謝, 大哥 想不想倒? 不行 二哥, 上 二哥, 上 三春大冠 东北大冠